大家好,我是评头哥解说 有人肯定有过这样的疑问 为什么明明网吧电脑配置不高 但总是那么流畅吗? 网吧的电脑配置一般都比家用电脑配置要低 至于流畅的原因就是用的影子系统 而且用的无硬盘模式 每次开关机之后都是固定的那几个软件 用户玩游戏产生的各种垃圾和缓存消失不见 所以每次关机重启都相当于重装系统一样 想不快都难 那我们家用电脑也可以这样操作吗? 答案是肯定可以 今天就来给你们说说 怎么让自己的电脑变得飞快 堪比网吧速度 所有用到的工具 我都会放在视频简介栏和评论中 看不到简介栏的去评论区看看 我会说明如何获取 首先说说第一种方式 打开我们的系统设置 找到存储 我的是Windows 11系统 其他系统类似 然后点击下面的高级存储设置 保存新内容的地方打开 把这里面所有设置全部更改 因为缓存和下载的东西都在C盘 时间久了各种数据 自然会拖慢速度 你可以用一个专门的固态硬盘来存储 比如我选择我的一盘 选完之后 要记得点击后面的应用 之后所有软件一并安装到其他盘 这样每次开关机 你的C盘都是干干净净 想不快都难 前提是一定要固态盘 另外就是在搜索栏 输入百分号temp百分号 打开文件夹 这里面的所有资料可以全部删除 这是你日常操作的缓存 可以放心大胆的删 虽然可能占用空间不大 但时时都在写入缓存 对速度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建议每天删除一次 遇到正在被使用的点击跳过 遇到需要管理员的给予权限即可 以上两个步骤 可以让你的电脑减轻负担 运行起来会快很多 接下来介绍第二种方法 在搜索栏输入启用或关闭Windows功能 打开它 我先放大一下 在里面找到Windows杀核勾选 此时系统会自动下载运行杀核模式所需文件 杀核模式相当于虚拟机系统 完成之后要重启电脑 现在电脑重启之后 在搜索栏输入Sandlebox 它就是Windows杀核模式的启动开关 可以将它固定到任务栏 方便下次打开 进入的速度非常快 只需要三四秒就可以了 一个全新简约的系统出现 需要说明的是 如果你在启用Windows功能里 没有找到杀核模式 说明你的系统版本不支持 要运行杀核模式 系统必须是专业版和企业版 家庭版不可以 可以去找专业版密要更改过来就行 杀核模式功能非常强大 你可以在里面任意祸祸 哪怕重病毒都不用担心 因为关闭杀核之后再打开 你在杀核系统中 所有的操作和资料会全部消失 是永久消失的那种 不用你额外设置 比如我现在拖入几张图片进来 再下载一个微信安装 现在我们关闭杀核模式 然后重新打开 看到没有 刚刚所有的图片和安装的微信不见了 又变成了一个全新的系统 所以一般杀核模式 都是用来测试软件用 比如你有什么软件不放心 可以先放杀核里运行试试 如果有病毒就不在主机上装 如果没有 你再装入主机 最重要的是杀核模式和主机系统完美兼容 运行速度贼快的那种 这种适用于家里来客人 你又不想让客人用你的主机 给他开个杀核 随便他造 反正关闭之后一点都不影响你主机 这种也适合小孩玩电脑 又怕他乱扇 接下来就是第三种方式 影子系统 网吧用的都是这种 我们先安装一下 直接双击打开 点击下一步 接受协议再下一步 这里不用填写按下一步 全程默认安装即可 到这一步我们选择步 稍后重启计算机 然后点击完成关闭它 现在复制这个REST DLL文件 右键刚刚安装好的影子系统软件 点击打开文件所在的位置 将刚刚复制的文件粘贴进来 替换目标中的文件 接着重启一下电脑 这个REST DLL文件是中文包 不然打开软件是英文的 电脑重启之后 双击软件打开 软件适用期30天 我们点击注册 然后将注册码粘贴 注册码到时会一并给你们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 永久注册版影子系统 这就是它的主界面 我建议只启动C盘为影子系统 不然你勾选全部的话 到时你所有的资料都无法保存 去掉其他两个盘的勾 点击进入影子模式 这里注意 重启后继续影子模式 意思就是电脑重启 它不会退出影子模式 我建议选择关机后退出影子模式 这样下次你再开机 不会主动进入影子系统 点击确定后稍等5秒钟 等这里变成蓝色图标 处于影子模式后才算成功 当然顶部也有提示 现在你可以尽情地在C盘霍霍 重病毒什么的都不在话下 直接关机重启什么都消失的一干二净 不会影响你主机系统 需要说明的是 第一次启动影子系统前 存在C盘的资料不会丢失 丢失的是第一次启动影子系统后 在里面操作的任何资料和软件 应该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吧 比如我现在复制几张图片到桌面 桌面也属于C盘 然后关闭影子模式 再关闭主机系统重新开机 我现在是已经关机重启的状态 也已经再次进入影子模式 可以看到刚刚桌面上的图片不见了 但之前的影子系统安装包依然在 因为这是第一次启动影子系统前的资料 它并不会删除 这个影子系统有个好处 你可以随时退出该模式 只用主机系统 也可以随时进入影子模式 在影子系统下性能和主机一样 比其他虚拟机牛差多了 进入影子系统后的所有C盘操作 当下次启动影子系统时 会全部消失 是永久消失的那种 所以在影子系统下 不建议操作对你很重要的资料 你可以测试不放心的软件 也可以给客人使用这个系统 当然还可以给小孩玩这个系统 不管他们怎么造 都不会对你主机系统有影响 这样你就拥有了和网吧一样速度快的电脑 不用再羡慕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视频的记得分享和点赞 以及关注我 下期见 下期见 下期见